全球暖化趋势持续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所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3年是史上最热的一年 而位在气候变迁最前线的北极 首当其冲 北极变暖的速度 大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四倍这么多 台湿新闻记者乌凯文、黄君豪 就跟着台湾科学家 前进到最接近北极点的国度 挪威冷岸群岛 他们亲眼目睹冰川崩裂的瞬间 也透过镜头带您快来看看 北极冰川现在的状况 2023年北极迎来史上最温暖的夏季 北冰洋冰层加速消失 台湿新闻团队跟着台湾科学家 前往北纬78度 最接近北极点的国度 挪威冷岸群岛 要找出冰川消融的蛛丝马迹 现在大家看到这栋像是小木屋的房子 其实它是波兰哥白尼大学 在北极地区的极地野外工作站 台湾中央大学地科院团队 跟他们合作了将近三年时间 今年也正式成立了台湾极地研究中心 提供一个平台让更多的科学家 可以研究极地全球暖化 跟气候变迁相关的议题 台湾团队是全球为二 在此处做北极科研的国家 卡菲尤拉的神秘面纱 也即将被揭开 我们背后听到那个冰镇的声音 一系列冰镇之后 前面那块冰块就整个垮下来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带头的Jack大喊 要大家赶快往高处跑 现在直接直击了 冰河崩解的瞬间 气候变迁 对极地造成的冲击 在我们眼前真实上演 波兰团队曾用卫星影像分析 AlphaSmart冰川 从2000到2020年 平均每年消退40公尺 有时甚至会退到数百公尺 冰川崩裂每天都在发生 这些掉落海中的浮冰 仿佛海冰的眼泪 北极海冰溶解消失 以示加速进行事 记者乌凯文黄君豪 挪威冷岸群岛采访报道